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法国杯1%的比赛中 巴黎圣尔曼是在客场1比2输给了马赛 那么这个结果也是使得巴黎圣尔曼 是在法国杯的比赛中是惨遭出局了 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巴黎队的一周三赛 一周之内的第三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巴黎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们的10号巴西球星内马是终于复出了 可以登场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打满了90分钟 那么这场比赛在上半场 其实马赛就已经早早取得领先 属于拉莫斯在禁区内是被过掉之后 那么是对对手进行了这个犯规 结果是裁判判罚了点球 那么桑切斯是替马赛罚进了这个点球1比0领先 但是在上半场的捕食阶段 桑切斯是将攻不过 他在禁区前沿接到了内玛尔开出来的脚球 那么是甩头攻门 皮球是顶入到了圆角 那么拉莫斯也是帮助巴黎队在上半场的捕食阶段 最后一刻是板平了比分 将这个比分带进了中场休息 那在下半场明显是马赛的发规也是更加出色 马赛球员马利诺夫斯基是为球队再下一成 并且是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哨响 这样的结果也使得巴黎是输掉了这场比赛 那么最终是被淘汰出局 我们刚才说到这场比赛明显马赛的状态是更好的 是发挥更为出色的那支球队 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 马赛就为了这场比赛能够和大巴黎一较高架 是轮换了5名主力球员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马赛的这种精心准备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信号就是巴黎输的一点也不冤枉 首先我们已经说到了这场比赛是巴黎的一周三赛 所以说球员的体力肯定是一个考验 举例来说在比赛的第60分钟 整个在巴黎队中最能跑的阿什拉夫 6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是看出来没有力气了 技术动作完全变形了 所以说我们可想而知 对于一个36岁的球王梅西来讲 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另外我们就要说到球王梅西在球场上的作用 这场比赛梅西踢的真的是很冤枉 那么巴黎队友对他的支援是明显不够 整个的巴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支刚组成的球队 队友之间是几乎没有配合 完全看不出是一支法国霸主 欧洲超强的这样一支球队的影子 另外这场球巴黎的中场的调度也是明显的不够 给到两亿 尤其是梅西和内玛尔的支援也是不足 那么使得梅西和内玛尔是过多的陷入到了这种单打独斗 梅西的进攻走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就是被堵死的 当梅西拿球的时候是经常会面对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包夹的状态 那么这场球对于巴黎的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内玛尔回来了 应该说内玛尔的回归对于梅西来讲是太重要了 因为他是梅西从巴萨到巴黎最信任的伙伴 那么这场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 就是梅西又穿上了他的10号球衣 而内玛尔把10号让出来之后穿起了11号球衣 这个就让很多的球迷高呼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又回到了巴萨的MSN时代 但是很可惜 时光荏苒 MSN中的S.索亚雷斯现在仍在巴西 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报道和视频 索亚雷斯在巴西的状态仍然是非常出色 另外我们说对于这场球最大的失忆和遗憾 还有冤枉就属梅西本人了 这场球梅西仍然是踢得非常的努力 即便这场球是一周三赛 梅西也会面对着一个体力不支或者是平静的时刻 但是他在上半场体力还充足的时候 仍然是带着球不断的尝试进入禁区 即便是在中路的这条走廊 面对层层包夹被封堵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其他队友对梅西的支援不足的情况下 梅西只有依靠着跟内玛尔多次配合 但是在下半场这样的情况被放大 梅西体力的下降层层包夹的严重 使得梅西在面对对手的时候 真的是踢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这场比赛巴黎在法国杯上被马赛淘汰之后 那么如果要说梅西最大的遗憾的话 如果要说梅西在这个夏天要离开巴黎的话 那么也许法国杯将是梅西在俱乐部时代 唯一没有拿到的俱乐部荣誉 这么大 让我们看一下 梅西通的五个新一年 03年春天立的花咖啥 比赛巴黎汤的奥